那婚禮的婚禮刚讲的 从订婚一开始一直到要送这个 然后到后来又要请客 这个钱到底男方跟你方要怎么分 其实以前像刚刚讲的 聘金还有费钱 主要都是男方 你要小心点讲 因为很多人都为了这样男女 没有婚姻都没有啦 的确是 像我们这一代的办婚禮 大部分都在餐厅 现在年纪年轻一代不见得是在暂停 对有更多选择 往哪边跑 听说他跑去什么 金色三百半 就是我 我就是在金色三百半 在那边办 那好像为你们年轻怎么办 老的年长的人去怎么办 新美老师钱绝对不要省 这个一定要 因为当天要漂漂亮亮的很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我当天没有省 就是花的反而比较贵的 我这个新美老师就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 花再改花的 那为什么新美的 差这么多 有一万八有四万 的确是 就是也有老师 大师级的新美老师 那也有就是 可能还不是那么资深 但是也画得很不错的新美老师 就会价格上面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跟你可能 要画几个妆 像我只有两套 就画两个妆 也会便宜一点 那有些人可能 艳客到三套 要画到三个妆 就会再贵一些些 平面摄影 要两万到四万 差不多 这个费用 现在就流行 现在不是只有平面 现在都还有动态 对啊 我觉得动态也蛮值得的 那个影像可以留起来 那毕竟跟 所有亲爱的家人朋友 聚会就这一次 我现在发现去参加婚礼 那个动态的摄影 现在都非常进步了 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 感觉好像进步了非常多 可是价格 像你看你类似 没有贵啊 大概两到四万而已 对也是看你艳客啊 单艳客 有没有韩仪式 也都是会有差的 好来来 再介绍一个非常特别 我看你列出来这个 这个太特别了 是 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会用 对用平整 不能省凯哥 这个不能省 主持人一定要请 一定要解 自己说 对因为其实 新人当天很忙嘛 如果你没有请一个 专业的婚宪或是主持人 你忙不完 大家都要找你 很多事情 就不能好好享受这个婚宴 那请一个 比较专业的人来协助 整个婚宴的质感也好 流程的进行啊 都会比较顺利 这主持人怎么去找 我看 我看有些婚礼的那个 卡东 他自己餐厅里面就有主持人 的确 有些会送 有些饭店是有的 所以我要怎么去找到一个 最合适的一个主 看作品 我建议啦 就是我们都会有录作品 就是看这个主持人的外型 口条 你喜不喜欢 他的主持风格 是不是跟你想象中的婚礼 是一样的 这都蛮重要的 婚纱 婚纱就是当天穿的 有些会 跟婚纱照包套 但有些会另外租 不太一定 所以当初要 就已经决定要拍 那个结婚的时候 要拍照的时候 或许在这边就可以讲说 这一套是不是我要 对 我是不是一整个包套 含在里面会比较便宜 含在里面是比较便宜的 对 那有些人可能想说 我拍照想要拍这一家的 但我当天礼服 我想要穿另外一家的 也可以这样选择 okok 那西服这个 要便宜 这一定是男生的问题 对啊 西服3600就可以了 大家没有关系 好奇怪 但是其实现在3600 很多西服真的是 蛮有质感的啦 对对 才租个一两天嘛 对对啊 租一天的费用 是 布置的这个费用 大概要八千块 对八千其实就是你租 一样是租备板啊 租一些道具 来自己摆 等于DIY自己来 就比较便宜 可是如果你要客制化 大概三万以上 左右是比较 应该要准备的金额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 这个项目叫做婚礼 你的这个小 50块没错啦 一个人 因为他很多桌上礼 你说一个人 对 你说你要请一百个人 就要准备 小物可能桌上礼 就是一百人 就要一百个人都有 对或是探房里 就是来看新娘啊 讨喜器给你一个小礼物 或是抽捧花 玩游戏 都会有小礼物 一个人次大概准备 对 50块 左右 又来一个红包 给谁啊 就是红包给谁 当天工作人员很多啊 比如说招待啊 收礼啊 等等的工作人员都要 红包 所以如果朋友 观众朋友 如果你的朋友要结婚 找你去帮忙 对 伴郎伴娘都有红包 小花童也有 所以这个红包也是一个之处 那最后一项 蜜月旅行 凯哥赶快问我 蜜月旅行花了多少钱 好来 我本来要去欧洲 准备了三十万 结果疫情 我机车环岛 花了五万块 台湾围圈 是不是很省 以后可以再补啊 以后再补 对不对 所以蜜月旅行也是可以贵到很贵的 就是出国旅行 好几十万 但是像台湾也很好玩啦 机车环岛也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那你要跟老公讲 等那个疫情过后 再去补 再去补 老公我听到 还有二十万 对 没错 最近好像还很流行 一个什么 婚前的单身派对 对啊 现在很流行 的确是 就是男生跟男生的好朋友 找谁办呢 找谁办呢 例如说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 想到说 对我要办一个 那找谁办呢 趕快打给你的哥们好姐妹 有没有就可以办了 通常就是新郎跟新郎的朋友 新娘跟新娘的朋友 可能去唱歌啊 或者去聚餐啊 或者是租一个民宿 开一个派对 没有专门的公司 在帮忙筹备这个 当然要找我们也是很好 很开心 但是 今天这个相对简单啦 就是大家一起吃吃饭 聊聊天 所以通常都是由新人的朋友 自己举办较多 嗯 那婚礼的婚礼刚刚讲的 从订婚一开始一直到要送这个 然后到后来又要请个 这个钱到底 男方跟你方要怎么分 其实以前像刚刚讲的 聘金还有丙钱 主要都是男方 你要小心点讲 因为很多人都为了这样 男女炒到后来 不要吵架了是不是 不是只有吵架 都没有 连婚姻都没有 的确是 然后还有像一些 比如说婆婆的金事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 像我们自己也是 就是说 新人两个新郎跟新娘 讨论好 怎么样去平均这个费用 或者是我们共同拿出一个结婚的基金 用这个基金来做支付 我觉得都是蛮好的方式 聘金应该就是 南方这边出 对 一般来说 一般你说突然 就像你刚讲突然 那个女方那边收到36万的 对啊 是 那这部分是南方 那其他的费用 如果你是说 可能就是 一起讨论 包括 例如说 请客刚刚讲 例如说 可能一个婚宴 请客下来 那可能花掉 可能三四十万跑不掉 那就是 可能的话 现在最常见的是什么 男女各出一半这样 对就是比如说 女方的桌 以桌次来说 就男女分开 那收到红包也分开 你说刚开始 收到红包的时候 就分了 那也有就是 像我们就是全部都一起 就是我们有一个基金 就是结婚基金 那都有里面支付 然后像我们 跟大家讲 我们聘金六万 但是其实就是一个 红包讨喜器 给妈妈之后 她再拿回来给我们 又到这个结婚基金里面 再去付 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方法 所以分开是一个 那如果说是要 要合的话 之前就要想好 到底什么时候 去分配这些 先沟通很多 刚刚讲 你说你十九岁开始 对 做了十三年 这十三年有什么样的 你经锁了这个婚礼 有哪个是让你最深刻的 如果以今天刚好讲的是 结婚的花费 我觉得很 花费算是值得 但是也是比较多的 就是海外婚礼 我之前有主持了两场 冲绳的婚礼 冲绳非常漂亮 对 他那个教堂 然后对面就是海 所以他们在交换誓词的时候 他们的背后就是 一整片的海景 超美的 然后呢 家人朋友 全部都打飞机 到那边一起度假 我觉得那感觉非常棒 新人的钱 他们现在有代办 就是海外婚礼的 就是十万以上 一个包套 就他肯定会帮你谈好 是哪一个教堂 哪一个餐厅 但是呢 亲友跟其他 像我们主持人 摄影老师的 机票 饭店的钱 全部都要零万算 所以就是看新人 有些新人的确 真的是家人朋友 他全包 也有这样的信用 我也很想是这样 但是另外一想 他的确是 那就是大企业家的 大企业家才能这样办 另外一想就是亲友自己付钱 机票跟酒店 但是他们邀请你们来 就不用再包红包了 就请你们吃饭 这样 所以还有一场 你印象深刻是什么 有人在什么 自己的家里的 那个庭院办 海外婚礼很棒 但另外一个 听起来相对省 因为他一桌 可能就是板斗的钱 板斗 像在里面很多板斗 非常好吃 很好吃真的 然后他们就在自己 从小长大的家里的院子 他们刚好 更有意义 对 房子外面有院子 然后就是板斗在那边 超棒的 像那一个板斗 大概一桌 大概花掉多少钱 大概一万五上下 如果食材用的比较高 台北的 如果是在中南部板 一万二桌 已经比台北的好 好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花费不同 但我觉得达到的 婚礼的那种美好的效果 是很像的 不同感觉 但是都有那个结婚 很棒的意义在里面 像我们这一代的办婚礼 大部分都在餐厅 听说现在年轻一代 不见得是在餐厅 对 有更多选择 往哪边跑 听说它跑去什么 金色山麦瓣 就是我 我就是在金色山麦瓣 对啊 就是很美式 其实它吃的 也不像食盐菜 就是有炸鸡 然后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金色山麦瓣 大家印象最深刻 就喝它的啤酒 啤酒 对 我们就是到啤酒塔 啤酒塔 那你说它有一些美食的餐点 就是炸鸡 炸鸡 然后它的鸡汤 也是啤酒鸡 啤酒虾 就很多啤酒的元素在里面 那好像为你们年轻人办 老人年长了的去怎么办 我们就是 谢谢各位长辈 这样子包容我们 做一个这么任性的婚礼 这样 所以应该办两场 对不对 有一场是比较属于长辈的 一场要年轻的 现在可能年轻的 就往金色山麦跑了 是找一个会馆 对不对 像流行那种 不是大餐厅 不是大的饭店 就找会馆 对 会馆是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像金色山麦 沿市牧场 这种很美式吃buffet的 然后大家很自由 有骨仓的感觉 有草皮 也很流行 另外 特别是小人口 沟通非常重要 听到怎么样 你经锁了那么多案子 或者是你朋友里面 听说什么 有人已经结婚要进入礼堂了 结果谈不懂 后来灵魂都没接成 的确有 但我觉得这是好事 蛤 为什么是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结婚是两个人 要沟通他们的价值观 因为太多事情要决定了 那到底钱要花在哪里 要办一个怎么样的婚礼 这都是价值观嘛 未来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 那如果你在结婚之前 你就发现说 两个人的价值观 或是家庭之间的价值观 落差很大 那我觉得先暂时不要结这个婚 好好再去做沟通 或再讨论真的是比较好 不是说破类 就一定是分手 就是时间可以拉长 慢慢把这个事情都想清楚 对 或者是结婚之前 还有选择的机会 如果你觉得价值观 落差太大 也有可能破镜重演 对啊 都有可能 但是冷静的去想这件事情是好 好 观众朋友人家期待这一刻 就今天节目 一开始就在问 就在想 到底有多少地方浅值可以省 刚刚讲的 大概要七十万嘛 有四十万 大概可以省掉哪一些 省掉哪一些 省掉哪一些 我觉得蛮看个人的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 比如说布置我就没有 我没有任何的布置 把新怪省下来 对 然后我拍婚纱照 我就没有选择顶级婚纱 我就拍一个纪念有就好 再来 对像我们的会借 我们就是去奥雷买 很便宜 减便宜 对 然后其他很多的部分 比如说朋友帮忙 也有一些新人士 他的朋友会拍照 现在很多人玩相机 帮忙拍照 帮忙录影 还有像婚礼小屋 我们一样用公益团体的 那他也是 金额比较低 所以这样 慢慢一点一滴省起来 总金额呢 就会蛮明显的所见 所以听说很多人是平均 所谓平均70万 是很多有些人在搬的 也有些人比较简简 平均起来70 可是我知道你这样算下来 或许三四十万 就可以搬一个不错的婚礼 差不多 认真审 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观众朋友 不要担心说 你好像没有准备70万 就没办法结婚 不是这样子的 你适度是可以省的 甚至因为朋友 以前你包出去 离仗往来回来 可能还会赚 所以可以安心去 安心去结婚 都没有问题 可是相对刚刚讲 一方面要沟通 一方面把它办得更精彩 好恭喜大家 希望你们新的一年 要结婚的赶快 而且可以赚到钱 是 这个很重要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这个专家到我们这个现场 那大家在婚礼上面 还有任何这个疑问 包括你的小孩要结婚 你有没有什么疑问 你可以到我们期待的 留言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